有觀眾說他一邊寫暑假作業一邊在聽直播欸 說到暑假作業 國中的時候暑假作業發回來不是一大本 我會在暑假放學回來的第一天 就先把我會寫的全部都寫完 哇你第一天就把暑假作業全部都寫完 我差不多第一個禮拜的時候就會全部寫完 暑假作業不是都很難嗎 你全部都會寫喔 數學題我全部跳過 哈囉 暑假作業是大合集 他把國語、數學、自然、社會什麼 全部都合在一起 變成一大本嘛 很噁心欸 然後我就會把自然類的啊 或者是數學類的全部控著 因為那個完全不會寫 所以想問你是屬於先苦後樂行欸 我和你相反 我是先樂後苦行 放暑假回到家第一天 我就會直接把書包丟著 一直到開學的前一個禮拜 我才會打開我的書包 它是角落斬灰塵的 然後我就拿出了我的暑假作業 我們暑假作業完蛋了 有50頁50頁都沒寫怎麼辦 我就開始翻翻譯有選擇題 就趕快寫ACDACDACD 然後再翻翻翻翻 又有選擇題好開始 而且我假如一翻翻翻 我會選擇題我就會特別嗨 哦~~ 選擇題 ACCADADAD 這頁又寫完了 假如是選擇題都拆完之後 就開始拆是非題 圈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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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 全部拆完了之後 原本50頁的暑假作業 大概剩下剩 30頁左右 然後怎麼辦 剩下都是填空題怎麼辦 我根本就不知道怎麼寫 然後我就開始在填空題裡面亂寫 你寫什麼 像是他填空題可能就問你說 请问16世纪是谁称呼台湾为福尔摩杀 然后可能就写金正恩 哦 福尔摩杀住了 你好烂哦 有没有做过这种事啊 老师收到你作业的时候发现 你好像小字这样 我就 我就开始 这学生到底在写什么 然后 素学也是 我就开始全部乱写数字 然后可是 还有很多空白要写公式嘛 我就开始乱写一堆公式哦 756 7414 好像有字在上面你知道吗 老师就是瞄眼过去会觉得 爸轩今天这个属下作业对我写 你是不是觉得老师不会批改作业 老师滑水是不是 一有字打勾100分 然后再帮你盖一个好棒棒的章好棒棒 然后俊轩的老师 老师直接气到会把我作业撕掉 你应该也有这种变法 就是胡同老师的 我不敢胡同老师啦 假如今天上国文课 然后你忘了带国文课本 然后你会不会把社会课本打开 对啊 你也是嫩整的小孩 好好吧 老师说翻开作业之前我就会先翻开 因为不能让老师看到封面 然后老师说翻到社会课本52页 结果发现国文课本52页看起来不太像 赶快去翻 跟那个社会课本52页有点像的页数 以前暑假的时候啊 老师至少都会派10张的读书心得 你有写过读书心得吗 就是你要阅读课外读物 不是学校的那个课纲 你要读课外读物 然后写学习心得 然后跟画个插图 我以前会坐在那个桌上 然后我妈在那边车衣服 然后我就会念故事书给她听 你坐在桌上吗 我坐在她的桌上 然后我就会读书 例如说三只小猪 然后三只小猪我就会跟我妈讲 讲完三只小猪的故事 我妈就会问我一些问题 三只猪猪里面是谁最聪明 我就会说三只小猪里面是猪小弟最聪明 然后我们会把访问完 然后的这些东西写在阅读心得上面 我会附上我的插画 因为我以前最爱画画了 真的喔 然后我就会把小猪猪画在一个阅读心得上 读书心得老师都会收着嘛 收一收之后班上就会评比 评比看是谁写的读书心得报告最优秀 他就会拿去去比赛 我得奖耶 你得什么奖 应该是画图文厉害的最佳小猪奖 最佳祖猪奖 喔 对啊 有两百块的Seven里卷 喔真的喔 还蛮多的耶 很厉害对不对 去盖房子啊 猪 哈哈哈哈 我小时候其实觉得很疑惑 为什么猪大哥到森林里面去捡稻草 然后他盖了稻草 对啊 我觉得蛮合理的啊 然后我看到猪二哥去砍柴啊 然后砍完柴之后盖了一栋木头 然后猪小弟莫名其妙就生出了砖块和水泥 然后就盖出了砖头 我就觉得很奇怪 前面两... 要去撑你批货 没有 我就觉得很奇怪 前面两个都是有画出来喔 就是第一页是大哥嘛 大哥我就看到他 去森林里面荒森林里去捡一些干稻草 然后把他绑成一树一树的盖稻草 对啊 然后猪二哥是去砍柴 盖成小猪 画到猪小弟的时候 就看到他直接在那边砍砖头 我就觉得很奇怪耶 砖头拿来 十二年国教最新版 小无敌 国小学习卷 国文科目 诶 这块也就蛮像我们以前 小时候的暑假作业的 我小时候就开始这样找 有没有选择题 诶 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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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插圈插圈插圈 这样子 然后 你零分 全策题 一 四 三 二 你看就结束了 我这一遍也就写完了 这时候赶暑假作业就是这样子啊 赶快把所有的示威体 噢 你看 你看 哦 圈插圈插 呵呵呵呵 以前就是这样子写啊 诶 我要开扁 從前面的大題知道了不可思議的意思 將句子請盡適合用不可思議的形容詞請打勾 安安在一場大車禍中倖存下來 哎呦真是不可思議啊 正路的媽媽竟然沒有責罵犯錯的弟弟 太不可思議了吧 一向初心的阿郎 還是忘記要帶作業回家 喔這是太不可思議了 欸不要亂說話 聽說有登山客不小心跌落 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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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太不可思議了 卻好反問這是太不可思議啦 欸這剛剛你幫我去寫的 少句後來 後來...我們選著... 總算... 學會了如何去愛 小六而已 小六而已欸 學會了... 如何...取愛 小六的時候怎麼突然想到要寫 要寫...要加個普朗普啊 喔... 嗯...然後還要這樣 牛若鷹 然後那個... 牛若鷹 然後那個...牛若鷹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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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老師你是不是在亂寫啊 哈哈哈哈 台南的古蹟...遠近馳名 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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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鈴若鷹 古蹟 古蹟 小六 小六 不同的文案 對很好很好 不同的文案 都有 現在就有笑聲了 欸造句欸 再再都不能 再再都不能 再給我一杯酒 給我一支煙 再給我一杯酒 再給我一支煙 說走就走 都不能欸 不能去海邊 哈哈哈哈 因為我被契約了不能去海邊 唉唷 還對 啊對啦對啦 我喜歡起來了 然後俐落的 俐錯了 哈哈哈哈 不是路 而且 路也不是這個路 哈哈哈哈 這傻小 哈哈哈哈 老師不可以畫髒話 哈哈哈哈 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市場 都有形形色色 讓人 讓人 新奇的蔬果和魚鮮 不同的業配 不同的文案 都有八軒的笑聲 可以吧 再 再 都不能 再給我一杯酒 嘿嘿嘿 再給我一支煙 說走就走 都不能去海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可以了 我們來看八軒 到底擴了幾分喔 10 10 20 30 30 欸有可以有幾個耶 63分 我以前 我以前看到63分 我就覺得我超棒了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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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